他媽媽到現在沒辦法 因為現在沒辦法傷心我的孫子 反色衣服男子心急 不斷跟警方溝通 希望可以把新買的熱水瓶 交給韓國媳婦 這就是防疫的現在的規定 對 但是真的是要這樣規定 讓小孩到現在沒有來回 9號凌晨台中警方貨報 一名韓國媳婦返台 入住防疫旅店 使用快煮湖 發現顯示保溫 他懷疑快煮湖壞掉 沒辦法泡牛奶給小baby 向家人求救 公公馬上買了新的熱水瓶 但旅店服務人員表示 依規定等到隔天早上才能轉交 也不能跟媳婦接觸 是他的消毒鍋是三孔的插頭 堅持要我們上去 把他的消毒鍋拿下來 把另外一個腳折掉 客房裡面就已經有三孔的插座了 當天的時候我們就馬上 又補一個上去給他了 也有試他的熱水瓶給他看 給他的媳婦看 那媳婦也知道說 那熱水瓶原來那一隻是好的 原來韓國媳婦自己帶了消毒鍋 要消毒奶瓶 但找不到三孔插座 而且不熟悉旅店機器以為 已經將水煮費的快煮湖壞掉了 還規定也不能夠讓他直接 把這個熱水瓶轉交 那溝通協調以後 把這個糾紛給化解掉 當天警方到場 在公公跟旅店間做協調 最後把熱水瓶放在媳婦的房門外 讓他自己拿取 可以先用快煮湖煮熱水 泡奶粉給小孩喝 事情才圓滿落幕 記得許玉文位於文台中採訪報導 先用快煮湯 好